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前不久他迎来了最后一个工作日 老爷爷如往常乘坐同一般公交车 没想到一场盛大的惊喜正等着他呢 老爷爷上车后发现车厢里挂满了气球彩带 乘客都是同事和朋友 更可爱的是每到一个站点 他的家人都分批上车 每个人上车都会拥抱和祝福老人家 大家手上都拿着一个面具 分别是老爷爷不同年代的样子 最后公交车来到派对的场地 大家又用幻灯片回顾老爷爷60年的点滴 以表达感谢 最后老爷爷和妻子 坐在大家送来的公交车椅上的时候 全场鼓掌 场面温馨感人 下面来看看这条微博 最近在网上流传了一组 所谓猫的逻辑的照片 主人们精心地布置和照顾 喵心人压根不懂 我行我素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比如主人吃巨资 买了可以玩可以睡的架子 他们偏不喜欢就爱纸盒子 明明买了猫专用的饮水机 偏偏又挤到水龙头下河水 主人们无奈 于是网络上就流传了这组 来自不同主人哭笑不得的萌照片 有网友看到照片大呼 这些喵心人是不是有猫病 也有的网友得出结论 猫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见给机前的您 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收看 周末愉快 周末愿者 星期杨 aktuell又看到更多的扫养 对吗 在这一刻 entitled